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单指一旦流入市面 当局都是事后才亡羊补露 到底有多少毒弹 食入市民的肚子里面 谁也说不准 最不堪的事 每日都有事故发生 例必由外地通报 或者由传媒揭发 港府永远都是后知后觉 甚至是不知觉 不单指证明 性安机制型同虚设 更加证明当局没有神经 没有灵魂 明报社评 国民党中常委上个礼拜通过 新任党主席吴敦义 主持制定的新政纲草案 与前主席洪秀署的政纲比较 新政纲是用九二共识 一中角表 取代了洪秀署的深化九二共识 国民党今次调整政纲 两岸政策之举 在北京眼中 正在关键问题上 左闪右臂 含乎其辞 而且吴俊尔所提倡的全民公投 更加直接触及北京的政策底线 当北京意识到 岛内被认为是两岸关系 主要推动者的国民党 也走上台独的道路 中共原有其希望于台湾人民的 和平统一道路 恐怕都走到了尽头 各位早晨 欢迎收看星期日香港早晨 先和大家看看天气 控日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预测早早部分时间多云 各部地区有骤雨 日间大致天程酷热 最高气温约33度 吹和湾南至西南风 展望未来几日会是天晴酷热 接下来看看今早早的重点新闻 警方重案组跟进 葵冲工业大厦单位 造成三人死亡的火警 大厦通宵残风 不跟尼亚州有白人民族主义者 和反对人事冲突 最少一个人死亡 美法领袖通电话之后 同意合作化解北韩危机 有网站公开卫生图片 使北韩可能准备试射潜射导弹 长细内容 葵冲工业大厦单位 造成三人死亡的火警 警方仍然在调查起火的原因 大厦通宵查封 有警员在门外把守 拖隔了几间房 拖隔了几间 十几间左右 我正在那里租了一个单位做事 那你是不是都会在那里过夜呢 平时见到人是否在那里煮菜 洗衣服 这个我就不清楚 但是过夜 我有时都会在那里过一晚 他有警钟的 他开始响警钟 我以为是演诈 后来他上来的消防探务 至于出事的单位被分间出租 有没有违法 屋宇处正是调查 无线电视记者 黄德蓝报导 美国弗根尼亚州爆发种族冲突 白人民族主义组织发起集会 动现场的反对人士嘔斗 最少一死二十六人受伤 州长颁布紧急状态 总统特朗普谴杀暴力 又说种族问题在美国由来已久 呼吁国民团结 先有时一会儿 回来继续有 回来新闻时间 警方继续调查民主党成员林子健 报清被禁锢和嘔打事件 还按照择大首诚的范围 民主党创党主席李孙明证实 有份决定先召开记写 接着是写评责叫 加比利大蓝滚药 好的 明报社评 国民党中常委上星期通过 新任党主席吴敦义 主持制定的新政纲草案 与前主席洪秀署的政纲比较 新版政纲是用九二共识 一中角表取代了洪秀署的深化九二共识 国民党这次调整政纲 两岸政策之举 在北京眼中 就是关键问题上 左闪右臂含乎其次 而且吴敦义所提倡的全民公投 更加直接触及北京的政策底线 当北京意识到岛内被认为两岸关系主要推动者的国民党 也走上台独的道路 中共原有的期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和平统一道路 恐怕也走到尽头 声报社评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通话的时候 强调中美对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有共同利益 当前有关方面要保持克制 避免加剧局势要解决问题 归根究底要对话谈判 中国在解决问题上 就提出过双暂停方案 即是北韩停止核试 以美国和南韩停止联合军演 习近平提以克制 未知特朗普是否能够议会 退一步并不是示人以弱 而是展露愿意坐下来好好谈的诚意 各位早晨 欢迎收睇星期日香港早晨 长生内容 美国普金尼亚州爆发种族冲突 白人民族主义组织发起集会 和现场的反对人士嘔斗 最少三死35人受伤 州长颁布紧急状态令 总统特朗普谴责暴力 美国总统特朗普 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商讨北韩局势 有网站就公开卫星图片 估计北韩可能准备试射潜射导弹 警方继续调查民主党成员林子健 报清被禁锢和咬打事件 还按照扩大首证的范围 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明证实 有份决定先召开记者会 然后才报警 先一会 电子健技风波全球成为一项运动 满港已经出现几队的职业队伍 进入电竞行业对年轻人来说是一条新的出路 接着是社评宅叫加比利勒勒军裔 好啊 东方日报社论 欧洲毒弹风波越流越大 波及欧盟十几个国家 香港亦都不能够幸免 成为全亚洲唯一被毒弹攻入的地方 毒弹单止一再已经流入市民 当局都是事后才亡羊补露 到底有多少毒弹 食入市民的肚里面 谁也说不准 最不堪的事 每日都有事故发生 例必由外地通报 或者由传媒揭发 港府永远都是后知后觉 甚至是不知觉 不单止证明性安机制形同虚切 更加证明当局没有神经 没有灵魂 明报社评 国民党中常委上个星期通过 新任党主席吴敦义 主持制定的新政纲草案 与前主席洪秀署的政纲比较 新政纲是用九二共识 一中角表取代了洪秀署的深化九二共识 国民党今次调整政纲两岸政策之举 在北京眼中就是在关键问题上 阻闪右臂 含乎其辞 而且不准以所提倡的全民公投 更加直接触及北京的政策底线 当北京意识到 岛内被认为是两岸关系 主要推动者的国民党 也走上台独的道路 中共原有 其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和平统一道路 恐怕也走到了尽头 各位早上 欢迎收睇星期日香港早晨 早晨 蓝冠若 早晨 彭建华 早晨 彭建华 我们先和大家看看今天的天气 好热天气警告现成生效 如设为大致天情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商讨北韩局势 三层巴士相撞 巴士四个乘客受兴上 几年拿来 好人街 中方街 知光无街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原本的名字 是殖民时期 由港英政府改 华人师爷翻译成中文 但其实现在的名字 我之后也有再改过 原因是名字 吴吉利 位于中环的几年拿来 是香港少数 以一个英文单字 作为路名的道路 更是唯一一条 没有中文或英文后续的道路 其实这个几年拿来有几个名字 一个叫二律谷最早 另一个叫铁缸 铁缸的意思 以前顶端 在干德道有铁的水缸 几年拿来一直都叫寄年拿来 但是寄的声音就不好听 中国人有个宅忌的意思 那就不好听 1970年左右 就改了几年拿来 位于上环的普仁街 是东华三院的发源地 亦是香港第一间 由华人创办的医院园子 普仁街以前叫做坟墓街 因为在那一带 以前是武装区 是装一些华人的 去到1867、1868年 当时政府把坟墓区 撥给华人 站在一间慈善医院 因为东华医院快要成立了 不可能这医院旁边的街 就叫做坟墓街 政府在1869年看宪 将这条坟墓街 改了名叫普仁街 相信大家对油麻地 熔柱头不陌生 是指油麻地 天后庙前的一个广场 1887年 政府把旁边的街道 改名做Public Square Street 但中文翻译就出了误会 当时那个师爷 就将广场的Square 译了做四方 在中国人的观念来说 四方 即是四方木 和四方边顶 即是不灵不活 四方边顶 就是老衬的解法 到1980年 政府就将这条街的街名 叫做中方街 维于大角咀的 斯高墓街附近的街道 不少都是以树木命名 例如是枫树街 柳树街 那斯高墓街的名字 是怎样来的呢 斯高墓街 以前叫做无花果街 后来觉得无花果 就是果实无花 就是什么都没有结果 不要意头了 就改了叫做斯高墓街 用它的英文名字 斯高墓的译音来改 位于九龙城的陆明道 以前叫做离魂道 你又有什么联想呢 用一个英国人的名字 L.E.V.E.N.来改 去到1950年代 人们觉得 在阻止有些医院在这里 如果离魂那两个字 和离开的离 和魂拍的魂 就像魂拍离开了身体 就不吉利了 就等于死了 就改名了 政府在1953年 就由离魂道 改了叫做露明道 而英文也叫做L.O.M.O.N.D 六七暴动之后 港英政府希望加强社会的凝聚力 开始尊重华人文化 民意 改名潮 随此展开 各位早晨 欢迎收看星期日香港早晨 早晨 早晨 白健华 今天天气都挺热的 对 昊夜天气警告现成生效 如三位大致天 美国 弗根尼亚州爆发种族冲突 北人民族主义组织发起集会 和现场的反对人士勾斗 其间有私家车高速撞向人群 最少三死三十无伤 州上颁布紧急状态令 而总统特朗普谴责暴力 又说种族问题在美国由来已久 呼吁 接着有探古寻员 几年拿来 好人街 中方街 知光无街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原本的名字是殖民时期 由港英政府改 华人师爷翻译成中文 但其实现在的名字 之后也有再改过 原因是名字不吉利 位于中环的几年拿来 是香港少数以一个英文单字 作为路名的道路 更是唯一一条 没有中文或英文后续的道路 其实这个几年拿来有几个名字 一个叫二律谷最早 另一个叫铁缸 铁缸的意思是 以前这里顶端 在干德道有铁的水缸 几年拿来一直都叫寄年拿来 但是寄的声音就不好听了 中国人有个叫宅忌的意思 那就不好听了 1970年左右就改了几年拿来 位于上环的普人街 是东华三院的发源地 亦是香港第一间 由华人创办的医院园子 普人街以前叫做坟墓街 因为在那一带 以前是一些武装区 是装一些华人的 去到1867、1868年 当时政府把那一带坟墓区 拨给华人 站在一间慈善医院 因为东华医院快要成立了 没有可能这条医院 旁边那条街叫做坟墓街 政府在1869年看宪 把这条坟墓街改名叫普人街 相信大家对油麻地 融树头不陌生 是指油麻地天后庙前的 一个广场 1887年 政府把旁边的街道 改名做Public Square Street 但中文翻译就出了五回 当时那个师爷 就把广场的Square 译了做四方 在中国人的观念来说 四方就是四方木 和四方边顶 即是不灵不活 四方边顶就是老衬的解法 到1980年左右 政府就把这条街的街名 叫做仲方街 位于大角咀的 斯高墓街附近的街道 不少都是以树木命名 例如是枫树街、柳树街 那斯高墓街的名字是怎样来的呢 斯高墓街以前叫做无花果街 后来觉得无花果 即是果实无花 即是什么都没有结果 不要以后了 就改了叫斯高墓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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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它的英文名 L.E.V.E.N. 来改的 去到1950年代 那些人觉得 左近就有些医院在 如果离魂那两个字 和离开离 和魂魄的魂 就相同的 同音的 那些人觉得 就是离魂 就像魂魄 离开了身体 就不吉利 即是等于死了 那就改名了 那政府在1953年 就是由离魂道 改了叫露铭道 而英文也叫L.O.M.O.N.D. 六七暴动之后 港英政府希望加强社会的凝聚力 开始尊重华人文化 改名潮 随此展开 星期日香港早上时间了 下次再见 拜拜